歡迎來到食物篇 對這篇章主要是讓人餓不死 有基本的食物來源 那麼我們開始吧 那在介紹食物以前必須先說食物的建築 首先是冰箱 先保存食物新鮮度非常重要 而冰箱最重要的之後才會是齒輪 齒輪取得管道有六個 那這比只有三個 另外三個對決勝出來說真的太過困難了 第一個是打發的生物 地中會天然生成一個就是西洋棋地的區域 呃長這樣 然後發的生物有三種 之前打之前先穿上盔甲 這幾次被打到真的很痛 一組合法 都沒有搭配 要是一組和人家 把一個人家裏打到 你會不會是尋規 那是一組和人家裏打到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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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來是蘑菇 我們會分別為三種紅綠藍 效果如下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蘑菇煮熟跟煤煮熟都可以替代蔬菜做料理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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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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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简单说要养蜜蜂就要先去抓蜜蜂 比较麻烦的是前局需要蜘蛛线来做补充网抓蜜蜂 但是只要做好了之后 接下来都不是难事 风枪需要四只蜜蜂跟蜂窝还有木板 最简单取得蜂窝的方式就是 打一下蜂巢让所有蜜蜂出来 在追你的时候一边跑一边回去把蜂巢打掉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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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還需要抓蝴蝶,蝴蝶可以放在地上變成花朵 這樣就可以放在蜂箱旁邊方便蜜蜂去採蜜 要注意的是蜜蜂跟蝴蝶都只在白天出現黃昏會消失 蜜蜂是蜜蜂,蜜蜜蜂 蜜蜂蜂 蜜蜂 蜜蜂 蜜蜜 蜜蜂 蜜蜜 呃 十三個蜂蜜回來了 我用一個 以上是食物建築的部分 再來要講的是肉類的取得 這部分比較需要注意的是 大多都是有限資源 所以沒了要等重生 先從最簡單的蜘蛛潮越開始講起 蜘蛛可以用陷阱捕捉 是最好取得肉類的管道 你看這樣子 看到 往上一點 直 你看看 跟燒爵馬一樣喔 前進基本上不會缺肉 而且連帶蜘蛛陷體跟蜘蛛絲 儘管是怪物肉 只要在烹飪鍋 我們在烹飪鍋給你看看 這樣子 我們只要一肉三菜 它就變成肉丸 嗯 好香啊 而蜘蛛潮越三級 就是長到三坨 就可以打掉戴維加種 要注意的是在蜘蛛領土 就是地上的蜘蛛屍內攻擊蜘蛛 潮越內的都會跑出來揍你 附近的也會 二級開始會有戰士蜘蛛跳過來咬你 所以建議用陷阱帶維加做雞精 然後要防戰士蜘蛛的話 這邊就要放你陷阱 可以直接把他攻擊 把他收掉 只有一隻 然後你這樣子 你這樣子 主作的話也不算 算是攻擊到他們 所以叛逆船還OK 那我們現在只要打一下 他跑掉 好 全部都收掉了 他會重生 所以 不那麼快 我們得趕快打一打 打一打 抓一抓就差不多了 因為現在還沒有剩很多蜘蛛 來了 沒有抓到 抓到沒有抓到 就要讓他抓他 抓到了 好 收兩仙子 打 打掉了 蜘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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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所以就這樣打掉了 然後我們可以拿回去 這邊有右鍵種植嗎 我們可以種在家裡附近 然後去讓他打一些奇怪的生物 像這個 我們用陷阱帶回家做基金 青蛙 白天會在一般森林或草原池塘 跑出來的生物 跟蜘蛛一樣是被打 就會一群跑過來揍你 只是他更反而是攻擊距離場之外 還會把你三種東西給打出來 但同時 他跟蜘蛛草穴一樣是個沙威馬 只要蜘蛛還在就會無限的生出來 而青蛙腿可以做成蛙腿三明治 效果不差 同時還能補血 打他超麻煩的 你看我現在打這一隻 他被打出來了 他軟 但是他很容易那個 我們這時候就可以這樣子 好啦 欸 找到了找到了 這樣最快啦 用陷阱抓是最快的方法 如果你跟他硬打的話會這樣子 他打到你東西才會噴出來 第一個東西一定會噴出來 然後 對而且 他們一群上級之比製作還煩 釣魚 這裡不說海釣 只說池塘釣魚 你只要做個釣竿 就可以去池塘釣魚囉 而釣魚非常簡單 但你釣越多上來 釣魚時間會越長 而釣了一些之後 就要等於重生 雖然不像沙漫一樣 但至少還是可再生支援 只是冬天的時候 沒辦法釣魚 也不會出青蛙 湖面會結 並可以直接走過去喔 最後是四個季節能夠採集到的食物 春天跟秋天分別是胡蘿蔔跟薑果 他會長在地上長像這樣子 有看到在說 開始玩 欸 打那 好啦 又到這個無聊的結尾了 那這部最長的主要原因還是會講每一個的食物建築 跟一些主要的食物取得管道 對 這些東西會花比較長時間去做 然後還要去想你們比較容易取得管道 不能一開始就說你媽啊直接衝地洞 媽啊去打爆殘蛛王 然後就 然後就沒了 好啦那差不多就這樣子啦 因為我最近更新頻率比較緩慢 因為這東西寫文本外之外還要弄片段 片段之外現在還多了一個要做效果的圖片 那你們前面會看到食物的效果啊 跟他們的加減的那種俗信 還有大概會有的那個 需要的東西 喔就這樣子啦 不要講太多屁話 那 各位我們還有十幾集要做 所以這個系列會很長 會慢慢把一些重點補充起來 那你們會比較輕鬆的 知道有些東西該怎麼弄 然後再來就是季節生存啊 再來就是大王 差不多就這樣子 好 感謝各位收看 小小節目見囉 掰掰 小小節目